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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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姐姐来了吧 照顾点姐姐弄点鲜肉也可以嘛 就养大名 幸会 马东 你骗我 你骗我 你说的是鲜肉哎 没有跟女生吵过架吧 基本都输嘛 跟你夫人呢 那基本都投降嘛 那里天有得苦头吃了 那里天有得苦头吃了 人家我们两个常在 所以大家不好意思折罪我 你比他们俩的位置还显入 还显入 穿着这么速度就倒死不来 你倒倒死不来 你现在不能走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一期你不在就开天窗 对 所以现在蓝走都来不及了 走都来不及了 我要抄你化了 你个胖子 欢迎收看由有钱有势 没有范儿的有范儿ABD冠名播出的奇发生 本节目由国际抗恶大品牌 武力多元卖牛奶联合赞续播出 本节目选手服装由有范儿ABD提供 我是KK康康 我是JJ金星 我是天美马 我们是TJ 这三什么东西这是 一个闪亮的亚洲组合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两位团长 金星团长 泰康永老师 本人是本场主持人 好 就开始吧 这还有一位呢 这个 对 这是那个谁 好 我们开始了 我们本场男神黄建祥老师 请来是什么鬼啊 说好的跟姐姐宝都说一定要打鲜肉 我不碰鲜肉你要我看一遍也好 这个月在北京的通告里这已经是最先的了 我是应该很神经的样子还是很神的样子呢 你不用你穿成这身衣服了神经的到哪去 你看我们穿成什么样 你看我们穿你穿这么一个丧偶的衣服真的是 因为我听说这是一个严肃的节目 所以我就穿得很严肃的来了 上一次穿成这样的人被我们认为是首都殡仪界的代表 来自首都殡仪界的三位代表 因为除了葬礼上你看不见人穿这样的衣服你知道 您生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什么问题 先生太太点点什么 没交代 你睡了多少我的师妹 不是这个节目尺度怎么在呢 什么叫尺度 回答问题 睡了我多少个师妹 就睡过一个你的师妹 然后现在在家当太太 就成老婆了是吧 对 好人哪 炒股炒成股东 炒成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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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建祥兄今天作为我们的一个男神 其实是整个奇葩说历史上 第一位男神出现在我们这个现场 那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 对吧 这边是我们第二季的七位新咖 他们只是十几位这个过关选手当中 今天来挑战老咖的一些人 而这些老咖就老么咖吃眼 老咖 这七位我们也不做介绍 但是对于这七位 尤其是前面这三位新咖 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按照我的原则肯定是女士优先 对吧 我觉得也不是女士优先吧 按照我的原则是求是优先 你说的今天特别贴切 因为大家看一看我们优先的这位女士 她说的对 求是优先 来 吴女士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吴珍珍 我之前上过风尘物了 而且我很幸运地在上面找到了我的老公 那我刚刚生完孩子二十天 我很幸运能到这里来坐月子 我觉得生孩子的女性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不要做完媳妇 做孕妇 做完孕妇 做产妇 做完产妇就变成了悲推的家庭主妇 最后把自己搞成了孕妇 我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让自己变成贵妇 谢谢大家 她是为了奇葩说 提前把孩子生了 这样还能提前呢 这样张珍珍自己说 也没有提前很久 你还真提前了 对 今天有两周 两周 三十八周逐月的时候生 因为我在为了这个小孩 我第一季的时候 老师有联系过我 我当时正好怀孕了 为了这个小孩 我在家里躺了九个多月 干净十个月 这一次我又想来参加 我联系编导 他跟我说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算了一下三十七周最后一天 我想说这样子小孩也没有危险 所以那天我就去操场走了一宿 终于小孩顺产下来 而且小孩也没有分险 我也没有分险 所以你的孩子属于出口型呢 通常走一圈孩子就会伸上来 走一宿 谁教你的招数啊 百度 真的非常有效果 可以顺产 你的孩子起名 要不带奇葩这俩字 我跟你讲 我们都觉得对不起孩子 对 我很感谢你们 感谢马东 感谢马东 你这节目连生孩子的人都感谢 建完编导以后就怀孕了 真的效果好好 我觉得大家想生孩子都来建议 编导赶快站住 我们建完你就怀孕了 编导是谁 传当初建成的编导 女编导 女编导 来那边那位帅哥 胡天宇 来介绍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叫胡天宇 那我跟爱丽其实是壮型的 我们都是暖男 她是公认绿茶表 你知道吗 暖男有很多种 比如说小太阳型的 那可能比较像爱丽 那我是辣椒水级别的暖男 那也是一种暖 你注意爱丽注意多久了 其实也没有太久了 大概就一季的时间 行了 在那个蒸蒸介绍完 她的绅士之后 你的绅士 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 也确实没有什么兴趣 来我们介绍第三位新咖 来大兵 好 我是来自东北沈阳的大兵 我是一名主持人 特别高兴能够来到 《奇葩说》这个节目 听说参加《奇葩说》 这都是精神病 我也是精神病之一 但是我希望我早日康复 谢谢各位 千万别康复 康复就淘汰了 你穿的这是个球迷的衣服吗 我感觉我穿的像个球鞋的衣服 现翔子节目里 老出现这样的人 凭什么我节目里 我节目里老出现这样的人 不是 难道我这样的人 很丢脸的出现在 你那节目里 我节目里比较老出现球 你说谁呢 《奇葩老师》啊 《奇葩说》有范儿的超级时尚APP 《奇葩说》 有范儿 冠名赞助七八说 还要感谢国际抗厄大品牌 鼓励多燕麦牛奶 感谢赞助商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辩论环节 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一题 关怀威服制的姿势变化万千 春风势力也不如你 用护体 帮帮的 不像经验少的一张白纸不紧风静 头疼脑热的姨妈只会让你和热 谁受得了哦 就算是TFBOYS这种小小小鞋肉 也只会 感觉还是单调太乏味 但有人认为感情这种事 还是应该宁缺无懒 恋爱经验不能太复杂 还是身家清白天真单纯 比较值得珍惜 也不麻烦 陈老师经验多吧 将主爱要担心照片不小心流出 变成十万个女主角中的一个 没有安全感觉 总之经验少的会不爽 经验多的会担心 如果让你选伴侣 经验多的还是少的 真是一个问题 兵哥你心机很重 你今天穿花枝招展 镜头都给你抢走 妈呀 镜头抢走 哪是我呀 那是你 你胸前那两个都是大等 谁抢我呀都抢你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的言识单单 其实是虎天宇了 我们走内行路线好吧 好的好的 今天主要聊这个 恋爱经验多的少 经验少得好呀 经验也特别少 我们是选恋爱经验多的 这一边是吧 我们先要说清楚 是恋爱经验多 恋爱经验少 这个对你很重要 对你很重要 这个东西 我和如今就是标准的 白莲花组合 白莲花女孩和白莲花男孩 你是怎么混进白莲花 这个行业的 老子是经验多 不是恋爱经验多 肖肖真的是一个白莲花 内心小 真的非常白莲花 对 他那些少女的故事 真的 其实我觉得感情问题 我特别擅长 你看我《非诚勿扰》 葬了半年 见了两百多个男人 咱们今天嘉宾和《非诚勿扰》 男嘉宾并不太一样 他们不一定喜欢女人 说好的纯爱 couple 他们两个要走纯爱 荧幕不幸 couple 你们两个走纯爱 真是太可怕了 你知道吗 首先你不纯 其实他不爱你 如果让你找伴侣 乌洋 我们说好了 是找伴侣 不是只找一个什么 临时朋友 找伴侣 临时朋友 你真会说话 伴侣 是要找恋爱经验多的 还是找恋爱经验少的呢 红键 支持正方 找多的 蓝键 支持反方 找少的 请按键 第一阶段 星期八入选大逃杀 将从十八位 星期八中选定九位 进入第二阶段的 新老奇葩大混战 本阶段共六场大战 每场三老V三星 星期八获胜 则三人中晋级一名 败北则淘汰一名 观众用啪啪扭 为选手投票 红正蓝反 胜负 由初始投票 和最终投票 对比产生的 跑票数量决定 三 二 一 起鼓相当 差不多 起鼓相当 好 这个难了 对 我们这个老咖和新咖 是干照他们的自由意志 选择了老咖在正方 新咖在反方 对吗 也就是你们选择的是说 经验少的 找恋爱经验少的 老胖们认为 要找恋爱经验多的 是吧 你说老胖都说老胖了 我们还能选啥 好 你们既然 老胖们是这么选的 我们让两位老老胖来选 我绝对是选择正方 经验多的 我希望有一个男人 他都明白了呀 不用在你身上 重新寻找世界的乐趣 你拿我来做试验 别来找新的经验去玩 那不行的 他已经有经验了 我就得到他那个经验 我享受他的经验就可以了 所以 好 康永老师说完了 那个 你就 你就要选择经验少的 这个 我反正就在他的对面 对对对 所以精心选了正方 我就选反方了 到您了 这里有我事 打酱油的也可以说话 就是按您的实际婚姻状况来说 您愿意找一个经验多的 还是经验少的 我一会儿再问 您现在的婚姻状况 到底是经验多 还是经验少 不能问 这多少咱得定个量 你说是 我跟你讲 五次以下 五到十次 按个人心理自己的感受 去分辨多和少 我得选一个是吗 那我就选择 真心化 真心化 对对 你不需要有立场 真心化 真心化 少的 原因呢 太多了这帮人 谁受得了啊 你找到了吗 找到什么 找到少的了吗 找到少的了 好 那我就再问 多少次算少了 对呀 这个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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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就是拿来害 所以我说 肯定在五到十次之间 这算少的 对 恋爱呀 你怎么那么惨 你怎么没找一个 谈多少次恋爱呢 我是主持人 我不参与这种讨论 这两者都是少的 其实也就是跟康永哥是一对 对了 然后金姐是多的 那谁先说 多的先说 少的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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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说 少的先说 来了 少的先说 少的先说 大哥呢 少的先说 少的先说 我认为啊 谈恋爱找伴侣 肯定是要 找恋爱经验少 如果你找着 一个恋爱经验多的 那就说明 把你人生的主动权 主动放到 人家的手里 那很多人说 大兵啊 你不能这么说话呀 那怎么搞个对象 就是干账啊 非得分个 你死我活呀 鱼死网破 一针高下呀 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两口子过日子 最起码得有一个 你来我往 相互对上甲 我们才很开心 很快乐 那反过来说 什么是恋爱经验 恋爱经验 我觉得肯定不是 一个基本的技能 它能让一个男人 越境无数女人之后 变得非常的刚强 非常的脚 也能让一个女人 变得假戏真作 滴水不漏 换句话说 你刚说完 上半句 人家都知道 你第十句要说什么 你带人家去看场电影 人家之前都看了六遍了 电影演到最关键 最激烈的时候 你还得假装没看过 你说哎呦我的天哪妈呀 他就是凶手啊 所以说我们的恋爱 找伴侣要找的是什么呀 我们要找的是情投意合的 能够相濡以沫的 一起过日子 你的伴侣之前 有那么多的人 搞过那么多的对象 你敢跟人家相濡以沫吗 婚前的事咱就不落 咱聊聊婚后的事 结婚之后 说不定什么时候 又旧情复燃了 指不定什么时候 恋人又触地反弹了 指不定又什么时候 晚上微信咔咔又响着不停了 所以说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时候你要是找一个 私家侦探的时候 人家得得收你五倍的价钱 人家得这么说 哎呀我哥呀不好意思 你这人太多了 我没办法锁定目标啊 所以说你的人生主动权 还在你的手里吗 人家那是人生的赢家 你充其量 你就陪人过家家呢 我不否认说 恋爱经验多的人 他肯定就是不专一不是 他也肯定是 有他专一的一面 他很爱他 但是他能抛弃之前的 所有前任的这些记忆吗 你比如说你跟现在的情侣 你们两个人坐在一块 在家里边想回复一下 之前的青葱最悦 看看照片 你的伴侣把电脑打开以后 ABCDE盘的硬盘里的东西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隐藏文件夹 你删除一个 蹦出来一个 删除一个 蹦出来一个 我跟你说 点击出来之后 不是验照 就是视频啥的 就算他看着一个 你跟一个异性俩人握手的照片 他心里都会合计是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 最狠的是什么 最狠的是 你们两个人去买结婚戒指 选完了之后 准备要付钱的时候 服务员悄悄地告诉你 给你打八折 请注意 不是给全场所有的人 只是给你 只是给你打八折 你心里不合计合计 咋回事啊 来过好几回了 对啊 所以说嘛 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 如果说你找一个段位比你强的 恋爱经验比你多的 那么 就是你被人卖了 你还帮人数钱 还不能数错 谢谢 本方现在已经涨到63票了 但是你好像有个问题啊 你要的不是少的 你要的是没有的 对 我个人是喜欢 确实是什么都没有 一张白纸一样 你的处女情节还那么严重呢 不能说耶 不能说耶 我让说呀 这能说 这能说 这是其他说 能说吗 这啥都可以说 太是了 真的 就是包括我的 我的妻子也是处女 确实是这样 现在还是吗 你也对这感兴趣 不是 问问 随口问问 好吧好吧 来我们正方 来位先来 我先来吧 如果爱情是一次航海的话 一个经验多的人 是一个老船长 而一个经验少的人 是一个新手 爱情这场航海当中 有很多我们 看似表面平静的地方 有很多不知名的漩涡 还有很多不知名的暗交 但是老船长因为经验多 他知道 他在掌握这个舵的时候 什么时候该抓 什么时候该放 那就先来看看 什么时候该抓好了 如果你的女朋友 今天一天 没有怎么给你发信息 而你也没有主动找他 然后晚上你突然问他 你说 现在怎么了 没有找我 他说 没事 经验少的人 这个时候回去 那洗洗睡吧 这个时候 女生是不是都懂了 你们知道问题出现了 如果你回了洗洗睡 那你真的就洗洗睡了 但经验多的人 这个时候会 开始想 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并且会去想 怎么去解决这个错误 哪怕是及时 冲到这个女生家 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经验多的人 去维护自己感情的方式 那我们大家看看 什么时候该放 自己有男朋友的女生 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自己的男朋友 突然有一天 整个人精神状态 不太对了 大家千万不要多想 男生的智商 真没那么高 可能只是早成 DOTA连贵的 十三局而已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觉得 自己男朋友 有什么事 藏着掖着 不告诉你们 也千万不要说 亲爱的你怎么了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今天心情 到底怎么样 我是真的很爱你的 你告诉我呀 你要跟我分享 你的心情 你把头发砸他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去逼你的男朋友 跟你分享 那你男朋友 就想跟你分了 什么问题一笑而过 什么问题追根到底 这是恋爱经验多的人 才能掌握的尺度 爱情不是像你说的一样 为了图个省心 不想跟你斗 而是图个长远 有了这个长远 就是一个老舵手 走得越来越远的原因 说完了 谢谢 好的 做棒的 好棒的 是吗 抬起我了 那是刚才讲的 这一段话当中呢 出发点很有趣 你说女生 一讲到说 我没事 你觉得好的情人 是要追问说 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你先反省 这个错是自己犯的 还是女生犯 如果是自己犯的就认 如果是女生犯的 也要把他揽到自己身上 然后去认 宠爱着女生 花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康永哥 就在这第一轮里面 对你有点手下留情 他是那边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 好像还有一种 喝口 这么反方一变 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都挺强的 都很强的 来吧 反方 哎呀 我先给你鼓掌 我先给你鼓掌 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位 上节目的来宾 还在坐月子中的 也不会有第二位了 我刚听到花心说了 你认为说 好像恋爱经验少的人 就好像是恋爱小白痴 是不是 一定是小宅囊 小妇男 什么都不懂 也不懂得红女生 对吗 恋爱经验少的人 也未必是这样 像我这样的女生 我悦人无数 看男人看得渴透了 我一看就知道 你是几斤几两 但是为什么 我恋爱经验这么少呢 因为我不轻易出手 我是一个特别特别慎重的人 所以我对感情特别在乎 这就是挑西瓜理论 比如说这是一个西瓜 像花心这样的男生 你离他远点 你离他远点 你跨帮我一身 对 像花心这样的男生 他看到这个西瓜 他不知道这西瓜熟没熟 他就一定要买回去 抛开来一看 白的扔掉 不要了 我再买一个 一直买到我满意的为止 对不对 像我这样的女人 我只要敲一敲 我就知道这西瓜熟没熟 我只要说 把这个西瓜看两眼 我就觉得 不给力 这个西瓜可以 所以我就找这个 可是他怨人无数 经验又少 经验他说他见识广 可是经验少 恋爱经验多 并不等于你社会阅历馆 是不是 恋爱经验多 只能证明一件事 你谈了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都没有跟你在一起 证明什么 你情商超低 或者是你是要出来的玩咖 你这样的人 怎么适合做伴侣 亲爱的花心 亲爱的 爱情的经验只能从爱情里来 不能从社会经验里来 对 爱情的经验只能从爱情里来 所以你光看男人没有用 你得用男人 那我想问你 我谈恋爱的经验是为什么 我是为了带恋爱大师 出恋爱宝典吗 当然不是 我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爱我的人 是不是 好 谢谢 谢谢珍珍 我要补充一下 珍珍的这个背景 她是立志要找到自己的 幸福的另一半 就是她现在的老公 所以她四年的时间 一直出没于各种相亲节目 所以就是恋爱经验 不能从社会上来 但也可以不从恋人身上来 可以从相亲节目里面来 你只要能够站到那四年 不灭灯 弄不好就会很有经验 是这样吗 好 武经理请 我的经验嘛 就是社会经验来的 小小就是他的社会啊 黑色吧 社会经验嘛 我的社会经验是哪里来的 就跟我挑餐馆的经验一样 你们各位想一想啊 如果一个餐馆是很多人进去吃的 是不是你也会去排队去吃 一个没有人吃过的餐馆 你是有多饿 你才想会进去吃那家餐馆 所以如果按吴妈妈讲的 我们要靠社会经验 我觉得还是挑经验多的 如果我不敢挑餐馆 我不是顾客 现在我是厨师 这样厨师喜欢找什么样的顾客 如果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在外面吃过牛排的人 他吃了你的牛排 说你的牛排真大 如今牛排一般不用多大来形容 因为没吃过 你的社会经验到底是 牛排很大 他说你的牛排很好吃 他说你的牛排很好吃 这个赞美值得你开心吗 他从头到尾只吃过你一家的牛排 可能他品尝下一家就发现 马上发现你不好吃了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美食家 他吃遍东南北 出过国回来 说你的牛排才是我吃过里面最好吃的 这个评价是最值得你开心的 因为他是一个真的美食家 所以凡是我们找一些没有吃过的 没有经验的 只有一个原因罢了 我们不相信自己 没有自信 而我们却确定 这老奇葩们 都是有自信的人 我们是有料的 不怕货 贵货 只怕不失货 这都是什么货啊 你是按了哪的电门把他的都垫起来了 有问题吗 我说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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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的帮帮的 你继续吃你的大牛排 所以我其实要讲完了就是有料的人不用怕 尽量找经验的人品鉴一下你们自己 谢谢 饭馆的这个比方啊 第一层面上很容易迷惑人 但是谁会一辈子天天老吃一个饭馆的一道菜呢 他试过过后觉得你真好吃的时候 你也不会天天吃这同一道菜 而且在试的过程当中 他有可能发现有比你更好吃 你现在天天不吃同一道菜吗 对啊 对方便有不要把多和少夸张成有和没 我们说的是多和少 不是说的有和没 理想状态是几菜几汤呢 对方一遍二遍都在把多和少对立成有和没 我们就没有排斥有经验 但我们排斥的是经验太多 像你这样天天在外边吃菜的要当心 所以长成这个样子 我最近都是外卖 胡天宇 胡天宇你看看你的目前的状况 27比73 我没眼看 因为如今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广泛积累的人他来说你好 等于是他带着最准确的意见来评判你这个人是真的好 可是要搞清楚一件事 我谈恋爱不是出来卖产品 我不需要大众的口碑 我只需要他眼里面我够好就可以了 所以不管我是在经验少的人眼里面好 还是经验多的人眼里面好 只要他觉得我好我他就是真的好 懂吗 OK 第二个点 餐馆是难吃的那些去的人多 还是好吃的人去的人多 你们回想一下你们的生活会发现 其实真的是难吃的多 我们想一想麦当劳肯德基兰州拉面桂林米粉 开的大江南北到处都是哪一个好吃 真正好吃的米其林三星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吃过 懂了吗 这个世界上越是好的东西越少人得到 什么意思 这叫奇获可居嘛 我干嘛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尝到我 老娘做坏身价 不是 这个很奇 老娘 不不不 是因为我接下来要举个例子是林志玲 OK 因为我想说的是林志玲她的恋爱经历 可能比这个市场上的任何一个女生来的都要少 其实她站在这边一发嗲 在场哪个男生不想上来抱抱她 所以懂了吗 餐馆其实最少人吃的是什么 不是那些特别难吃 那些早就倒闭掉了 是那些其实特别好吃 但是我偏偏不让你吃到的那一些嘛 OK 那接下来就理一下我们这方的论点 我们今天要破除大家的一个想法 就是花心那个想法 恋爱经验多的人相处起来会比较轻松 不对 我们要搞清楚恋爱经验多是什么意思 都是二三十岁的人 对不对 我们俩活的寿命差不多 我谈了一两个女朋友 你谈了十几二十个女朋友说明什么 我交一个女朋友的时候 你已经交了十个女朋友啊 恋爱经验越多 代表你每一段恋爱时间越短 换言之一个恋爱经验多的人 他其实和伴侣的相处经验是越少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曾经六个月的时间 谢谢 六个月的时间换了十二个男朋友 长的两月最短的才两天 这样的他能有什么相处经验 他是会照顾你吗 他会哄你吗 你们俩还没好好相处就已经分手了呀 你要想说等我女朋友来大姨妈的时候 我好好照顾她 让她感受一下我的温柔体贴 大姨妈还没来 女生先走了 你们以为恋爱谈得多 就会锻炼到相处的技巧 其实没有 你冲情上锻炼的什么 是勾搭的技巧 约会的技巧 甚至是约会的技巧 到最后你们以为你们学会了体贴的知识 其实只是学会了体味的知识而已 所以我们会发现 恋爱经验多的人有一个共性叫什么 他们很容易跟你相爱 但是你就会发现你很难跟他相处 因为恋爱谈得多 无非就两种情况嘛 第一他不停地甩别人 我这人有够口味刁钻 这样谁都满足不了他 而且看到没有这个人一定是非常没有耐心的人 因为他不让任何一个人磨合 他习惯了不好就换 简称拔体不情 那第二种情况呢 那第二种情况就好了解得多得多 就是别人不停地甩他嘛 那这个也超容易理解 就肯定是他是个烂货 所以大家才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嘛 所以我们要总结的就是 恋爱经验多的人 他往往外表光鲜亮丽 让你很想接近他 很想跟他在一起 可是在一起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世界上有种人叫什么 叫经欲其外 但是败序其中 相处过了你就直到痛 谢谢大家 卢天宇 逻辑严谨 也有金句 拔X无情 干嘛你要拔X 拔X相处吗 拔刀相处吗 拔刀相处 你比我离开老东家离开得晚 但是你变得更快 对对对对 正确定 他那点小论断 他那点小论断啊 小小站起来来 你还放出如此猛兽来 当然了 首先呢 我要纠正一下对面三位极其错误的价值观 说实话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竟然会在其他书上纠正别人的价值观 我也不相信 首先我们的第一位朋友告诉我们 如果你跟一个恋爱多的人去谈恋爱 我的妈呀 她看了六遍 还可以跟你演说什么 哎呀什么鬼什么大boss 亲爱的 这样恋爱经验多的人都能被你发现 看来你恋爱经验也不少啊朋友 第二个朋友 先去拍了拍她的头 说我看她一眼我就知道她是不是恋爱经验多的 你是仙女啊 然后呢 她又拿起了这个男生的手 亲爱的 一般看一个男生的手呢 看的不是她的恋爱能力 看的是别的能力 再说我们第三位朋友 他说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喜欢我呀 我只要找到我的真爱就可以了呀 你以为你命这么好的 找第一个人就是你的真爱 你要不停地去试好吗 试完之后不好意思 变成你们口中那种经验多 你口中的烂货 然后你要说什么 林志玲是恋爱经验最小的她一发嗲 谁受得了那是林志玲耶 如果让马威威起来发个嗲 我受不了我想吐 最后呢 总结一下他们三位传递的一个非常错误的价值观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世俗眼中所谓的禽兽 或者烂货 你是不配去爱的 那就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道理 我老公打我 我不能离婚 我离婚我就成经验多的了 对吧 我男朋友劈腿 我不能离婚 我不能分手 不好意思 我分了手我就变成经验多的了 那如果我们在感情生活当中遇到挫折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赖着呗 你不能分手的 你成经验多的你就成烂货了 我是迫不得已的 你这哭是出于生殖的 甜甜接得非常好 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分手 是迫不得已的 任何一个禽兽都曾经遍体鳞伤 说完经验多的人的好处 我们再来说说经验少的人的坏处 经验少的人怎么了 玻璃心 你不敢跟他分手 分手成本太高 一哭二闹三上吊 如果是一个经验少的人 比如说 亲爱的 我很难得要拿你一举一次力 假设有一个禽兽 跟我的宝贝分手了 按照如今的性格 我们假设当然你一次 就会遇到真爱的 宝贝 为什么他就一次不往前 因为他是宝贝 是是是 好 我们所有人都会当个把关 好 那永远找不到人 这个关太难求 对 如果像如今这样的一个女孩 被人欺负了 这个坎它是不那么容易过去的 在社会新闻里 听清楚是社会新闻 很多人为了失恋 自杀 跳楼 脱男友流酸 这些绝对是恋爱经验少的 恋爱经验多的人 你分了18次手 你还来这一套 没进去呢 所以 一个好的恋爱对象 应该是在恋爱的时候 活好 在分手的时候 不粘人 谢谢 好 这个是六个人里面 最后一个发言 基本上扳回到初始状态 不过 肖肖啊 这个恋爱的时候被分手 表现得不好的人 恐怕 我认为跟个性比较有关系 不一定跟经验有关系 像如今这么豁达开朗的人 他就算被人家甩了 我觉得他吃一顿也就过去了 所以 我想让那个后排的陈明 帮助你们反方来总结一下 你们的观点 好不好 其实这个题目最重要的是 前面两个字 大家都忽略 叫伴侣 到肖肖那样 已经讲的都是谈恋爱了 他说谈恋爱的时候要怎么样 分手的时候要不粘人 找个伴侣的时候 还要考虑人家分手技能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其实这两个核心分析在这儿 想找一个谈恋爱经验多的人 归根到底是爱自己 胜过爱伴侣 你看他们那边要么说的话 人家什么都会 这是一个偷懒的心态 简单地说就是他什么都会 所以他对我好 我轻松 我方便 归根到底是我要好 而刚才包括金星老师 包括花西有说 那是一座高山 那是无数人去过的餐厅 那是一个证明自己价值的地方 换句话说 我征服了那样一个对象 说明我牛叉 归根到底落点在我 要么我爽 我偷懒 我舒服 你什么都会 你对我好 姿势也全 要么我牛叉 你看这样的高山 都被我踩在脚下 看起来是在挑伴侣 归根到底是在证明自己的价值 这样的爱情和这样的理念 说实话 走不了长久 但是如果你选择一个恋爱经验少的人 是希望你们两个人 共同开创一贯 属于自己的故事和生活 如果你想一个狂风暴雨的海面 想要证明自己水手的牛叉 想要证明自己能征服所有的风浪 想让最后所有的东西都能从天上掉下来 而不是自己栽培出来的 那就选一个经验多的 也挺好 最后你自己可以活得也挺快乐 有点自私 但如果想要一段自己双手亲自去创造的人生 种出自己的果实 开创自己的幸福 选一个经验少的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一顿饭吃完了 来这么一碗鸡汤 真的是补啊 如今 其实总的来说 不管这个经验是从次数累积回来的 还是从时间的长短累积回来的 就好像对方今天告诉我们的 他总是认为 你经验一多 你的爱情就会贬值 你经验一多 你就是某部分出了问题 只是多这个次数就出了问题了 老师还来个吉他给我们 说我们这里 都是有自豪感的人 想要从征服经验多的人身上 获得自豪感 可是我们做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就是爱情不要因为有经验 而次数贬值而已 不管你经验多还是经验少 我们不怕你次数变多 不怕你时间变长 你说的是什么 也不怕你岁数变大 对哪怕他是在夸大 对 你好好地做节奏 你抽牌刀干嘛 我自己都乱了 讲太多 讲刀 讲到牛排 该讲牛排了 不是自私 不是自私 威媚姐姐 你也太方便了吧 这个好 这个好 无缝切换 切换 OK 陈铭说啊 我们之所以愿意找经验多的人 是因为我们自私 希望这个人服务我们 因为他经验多嘛 可是你没有想过 有些人经验多 无论次数还是时间 有可能不是因为他人坏 有可能不是因为他有缺陷 有可能只是因为他命不好 有些人在爱情上 是比较惨的 没有办法 你总会在有一些方面特别黑 所以我们会去爱这些经验多的人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是我心疼你 你这一辈子受了这么多苦 能不能让我来补给你 所以找经验多 不等于找一个为我服务的人呢 陈铭 这是第一点 带哭 第二点 因为是这样的 当鸡汤遇上鸡汤 这个时候汤都没了 两只鸡漏了 第二点 你说你想找一个经验少的人 是因为你想呵护他 你想保护他 显得你们好像很无私 不是 你爱的 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你会呵护什么 你会保护什么 你会保护你们家的小狗狗 小猫猫 小孩孩 你没有把他当成一个诚人来尊重 对不对 你在养花养草啊 可是他就是一个人 你要跟他相处 你要跟他沟通 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 来进行养成 对 所以 不要把你们这些养成狂魔 当成鸡汤党 也不要把我们这些 愿意真正去体会人生的人 当成色情狂 谢谢 一句话 找伴侣这个事是这样 是过一辈子的事 我们养成的不是那个人 是那份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和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思达 我觉得我不说话好像这边有点危险了 是这样 这话肯定更危险的 也好有范儿 我们曾经误以为 经验多的人 可以把他们的经验带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内 他原来培养出的技巧可以应用在我身上 其实不是 每个人都不一样 与他对路 与我不合谓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技巧与经验无关 那么就有另外一个问题 这也是我们今天双方应该考虑的问题 经验多的人和经验少的人心态不一样 我们要了解这两种人的心态 经验多的人 他什么心态 比如说天天姐 经验十分的多 他内心现在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苦 对不对 他苦 所以当你去爱他的时候 他突然间发现了自己的天使 降临在自己的生命之中 去努力的爱我 对不对 天天姐 太累了 好 如果我们经验少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心态 可能是如今 如今看到你这么爱他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也许会说 世界这么大 我还想出去看看 所以奉劝对方的几个人 找经验少的人 你很有可能成为他下一个经验 谢谢 好 来 方妮 我觉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如果一个恋爱经验多的人 他的心里很苦 那你是要给他多少甜 才能填满他那个苦 你才能挽回他那个心态 那颗受伤的心 但如果恋爱经验少 我就傻白甜 你给我一点甜蜜 我觉得好甜 你给我点阳光 我觉得灿烂 恋爱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珍贵的那个过程 不是享受那个结果 而是我跟你一起去磨合的 那个很珍贵的过程 因为爱最重要的 不是我们俩一起慢慢变老 是我们俩一起慢慢变好 这个在一起的过程 这个艰难的过程 是最珍贵的 方妮很厉害 但是有一个逻辑漏洞 他心里有那么多苦 你得用多少甜去填满他 不用 他心里的苦越多 一丝甜就能甜 对 谢谢马老师 心里多苦的人 才说出这个体会来 在我们全场观众投票之前 让我们来听一听 双方导师 总结陈词 谁先说 你决定 金姐先说吧 好 我先说 引用一下那个陈明那句话 关于自私这个词 我觉得 在我找到伴侣之前 我对爱情的要求 一定是自私的 因为爱情这个话题 不是共有的 不是一个公社 然后当我找到 那个人的时候 我开始无限地付出 爱情的经验 一定是 它是通过经验 来积累出来的 比如说伴侣的耐心 包容 将来在一起 生活的分寸 把握 这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 我们目前来讲 学校不会教你的 爸妈说的也很少 只有靠你自己的经验积累 去得到你想找到的那个人 和你所需要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 当我碰到一个 有经验的人的时候 他告诉我很多 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在分享他的经验的时候 我也在成熟 我这辈子没有崇拜过一个人 我只崇拜我先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男人 一有胆量 二 他有品位 他各国女人转完了以后 落到我身上了以后 我觉得 这个男人有品位 他太有胆量了 生活是有味道的 而并不是 白纸当然好了 但你如果是 给我一张白纸去选择 给我一本书 手里拿着 拿纸和拿书的分量 能一样吗 谢谢金星老师 蔡团长 我谈别人的爱情的时候呢 不太喜欢把它当战略 我觉得我都是 希望能够抱着祝福的心 找一个伴侣目标 是变成幸福 而不是变成成功 这跟做生意是不一样的 人生归结到最后 最珍贵的只有一个事情 就是回忆 我跟肖肖有什么差别 我跟如今有什么差别 我跟花旗有什么差别 我们到最后的差别 就是我们人生 累积的回忆而已 我们到闭目 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 我们拥有的最珍贵的 独一无二东西 是回忆 所以刚才 星咖这边主张 我们要选 恋爱经验少的人 他们讲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们不想掺杂 在某一个人的一片 回忆的大海之中 我们想要跟他拥有 独一无二的回忆 我今天从来没有一次 是抱着敌视的立场 在看恋爱经验多的人 有一句话 让我觉得很心酸的 这句话说 如果你认识当初的我 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这么糟糕吗 那是因为我当初 受过很多伤害 我对于恋爱经验多的人 有的时候真的像你们所说的 会觉得怜悯 就是他怎么那么辛苦 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我遇过一些恋爱经验多的人 他们常常让我觉得 他们背后藏了一片 满目苍蝇的战场 我好像走过很多地雷 炸出来的洞一样 在那当中想要栽培出 一朵玫瑰花来 我不觉得那些回忆不珍贵 我只是不想要我的回忆 掺杂在这么惨烈的 回忆当中而已 我觉得能够遇到恋爱经验少 又能够成为伴侣的人 其实是一件幸福的心情 您当初选择的是 又来了 不是 我现在怎么不能问问题了吗 真的是 我觉得在听大家讨论 这个恋爱经验多少的时候 我想起这么一个 我的领域里的事情 通常我们说一个 优秀的大牌的球员 他一定得累积一定的比赛经验 他不会是菜鸟第一年 投十场比赛就非常的优秀 他一定累积了百场 几百场上千场 打过若干界的大赛 经过多少大战争 他才成为顶级的球星 这是积累的什么经验 他是一个专项技能经验 我特别同意康永兄说的 恋爱不是一种技能 如果我们把恋爱当成一种技能 找伴侣当成一种技能的话 你可以理解为床上的技巧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那样是错误的 其实最终 肉体的欢愉 只是短暂的初期的 到最后两个人 如果真的成为伴侣的话 更多的是如何相处 生活当中的很多的技巧 如何面对他的脾气 如何协调他和我 两个人各自的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两个人在工作 社会当中的角色 与我们两个人 这个二人世界的关系 其实这种 不是你需要恋爱很多次 才能够获得的经验 这个跟踢球是不一样的 踢球真的是越有经验的人 可能是越好 但是也有很多 踢了一辈子也踢不出来的 就改解说了呗 好了 我们 刚好现在我把50对50 全场观众 凭良心 跟你个人的生活经历 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一说 我们今天新咖和老咖 哪方表现更精彩 红键是老咖 蓝键是新咖 请投票 在观众投票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一直有人在问我们说 哎呀 这个奇葩说 有这么多人 有的是逗 有的会聊天 怎么样才能成为 像他们那样的人呢 哎 这么多人生经验 我们就给你一点建议 首先你要喝一种咖啡 这种咖啡叫 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 雅哈咖啡 当然 如果你心中郁闷 无法消除 你要开着狂转炫酷 乍天的东风标志 308S出去转一转 这个咖啡已经可以用在广告语里当中了吗 东风标志308S说可以用 那我们就给他用了 这个场上全都是动物 一吃变动 自己跳碗里的 MM巧克力道 好 我们来看一看结果 现在是正方39票 反方61票 所以反方成功 你还得假装没看过你说 哎呦 这天的妈呀 他就是凶手啊 恋爱经验多 并不等于你色惠阅历馆 到最后你们以为你们学会了体贴的知识 其实只是学会了体位的知识而已 本场比赛 星期八胜 星期八一方将会晋级一名选手 晋级选手将有两位团长 神位嘉宾 以及老七八阵营四方 各投一票共同决定 反方胜出呢 那么就没有人淘汰 三位当中 我们请七位老咖 公推一个人 本场表现最好 三位导师 推举一位过关的 我们三个人都选吗 对 每个人都写在体板上 先不要亮出来 在他们三个当中选一个是吗 对 谁表现最好 这个人直接过关 另外两个心中带定 如今 你代表裴舍坛 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吗 好 那请如今先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选择的是这个人 因为他的 今天的表现很好 来 我看一看 你选择的谁 您先告诉我们 为什么是这个人 先不公布 其实呢 三个人表现都很好 但是因为有前面的铺垫 他把前面的所有的双方两回合的铺垫 接的都比较合理 有逻辑 这个点也非常到位 也不是以煽情取胜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风格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风格吧 蔡老师为什么选择这个人 今天新奇葩的表现让我惊喜 我觉得面对老奇葩的这个猛烈炮火 他们很镇定 而且我认为三轮变手的一二三次发言 应该要有层层铺垫 第三个人说话的时候 如果能够依然有新意 然后能够有一种总结的意味 却不会重复到前面的论点 我认为这是一次好的表现 我三个人的表现都喜欢 然后一定要让我选一个 我就选了这一位 来代表我对他们三位 今天表现的嘉奖 这就是康永老师的说话之道 观点清晰 有理有结 而且把狠话说得很温柔 把重话说得很漂亮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肚子问题 我觉得辩论并不是用 雪惺惺的雪零零的大巴掌扇过去 这个不是辩论的宗旨 所以我觉得是这一点 看完以后觉得 他还有点那个范儿 这个范儿让我选他 好 来 我们看一看 四位最终的选择 写下长篇大论 洋洋洒洒 让你分 解放其他就在漫都漫不下来的 爱奇艺视频 好 来 我们看一看 四位最终的选择 胡天宇 谢谢 胡天宇最终晋级 另外两位进入待定 谢谢 谢谢各位在今天现场的表现 也非常感谢 有钱有事 有房有车 真的不如有一身范儿的 时尚超级APP 有范儿 冠名赞助 奇葩说 下期节目再见 对呀 天翔是我和小松 特别好的哥们 算是让金姐吐了 还好 反正是个肉 是个腊肉 我觉得奇葩一定要会说话的人 有关键点的人 王景清有他自己的一斤特点 所以我觉得对的 虽然我调侃他说不是鲜肉 但金姐真不是看鲜肉 鲜肉和腊肉 可能我是拿抓蜡肉的人 你舒服的是 就是因为你想 宽敬婚 关你屁事 关你屁事 你是以前太土 后来只能干 有一天 早上我突然醒来 我告诉我老婆 马威 小小 咱们宽敬婚 我们说的是宽敬婚 不是宽敬婚 让所有思想淫荡 身体解放的人 一起去 让大灰狼去 大灰狼 小白兔去 小白兔 我们有想法 有歪歪过没有啊 有啊 有啊 我分 谁跟我一块 你是有多久都没有 每次都爱上我 这个我 结局我爱你 还开放在干嘛 你怎么憋不住啊 你怎么忽然爆出一句 内心的心声出来了 还是你高级 本节目由有钱有势 又有范儿的 有范儿APP 独家冠名播出